大家看一看这个道路中间有个树 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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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有个树 这个在道路中间 大家早 今天8月29号 8月份马上结束了 好久没发视频了 今天发一个视频 因为刚才让大家看看那个道路中间那个树 今天呢 想和大家谈谈日本的农业 大家知道日本是一个工业国家 它的主要产业是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 那这个农业呢 是一个 不是一个大的产业 日本从事农业的人口是比较少的 日本的农产品的这个自给自除 就是日本自己消费的自己生产农产品 大概占50%左右 它有一半以上的农产品 包括肉类和这个粮食类 还有蔬菜水果 它都要从海外进口 包括我们中国 还有美国 澳大利亚 全世界它的这个就是粮食的进口 只能自己生产50% 有一半它要靠那个从国外 这个购买 就是说日本它这个国家的这个产业呢 它是这样 它出口这个工业产品 像这汽车啊 还有这种 电子产品啊 然后它挣着卖汇 它就购买这些农产品 还有一些服务 日本的农业 从事的人口很少 日本是一个多山的国家 它的土地 适合于农 农作物生长的土地比较少 在北海道那边有些大的平原 像在这种一般的地方 它就是耕地就相当少 所以有些他们也在山上 有这个梯田啊什么的 在海边也是一点狭窄的地方 又要居住又要生产 就是说在日本这个狭小的这个岛国上 它有1亿的人口 它自己的粮食 除了大米 日本的大米是自己全部自己供应的 其他的粮食包括肉类啊 还有水果啊 它不能自己完全自给自足的 它要很多从国外到国外去买 但是它就是由于它这个工业发达 它出口这个工业产品就是简单的说 就是用汽车换猪肉换粮食 就是这样讲 还是划得来的 但是日本的农业呢 它属于那个金工细作 就是它大米也好 它的水果也好 包括它的畜牧业 还有因为日本是一个岛国 它的渔业也很发达 远洋渔业 日本人喜欢吃鱼啊 所以这个这么说吧 日本的这个农业 是属于这个精细农业 就做的比较细 它也有一些养殖业嘛 也有这个养鱼啊 养这些养猪啊 养鸡啊 这些它也养 但是它还是不够 它很多 比如说鸡肉 有些它从巴西进口 猪肉牛肉 它从美国 加拿大 澳大利亚进口 就这样 还有它这里的畜牧 越好的那个饰料 就是它自己的 这个养猪养鸡 这个饰料 也是好多从美国进口的 今天讲了五分钟了 就不说了 再见 拜拜 拜拜 谢谢大家